行不行我揍你 揍你个试试 我 疼疼疼疼疼疼 不是 他们连一五来干嘛呀 这吃的贵的要命 喝水 就喝水呀 那我呸 别吃了 总没化妆就来了 别人都慌张了 听你没话 你说连一周人一楼 哪有时间准备呀 头子说你慌张可快了 我看你就是选择新的互联 同学 这位啊 是我们社里 今年最厉害的新人 会唱歌会创作 才华与眉毛并存 哎呀 你别这么吹 行 你们俩先聊啊 我去上个厕所 我来时 听说 在开局特别上 你从来排队新生代表人报了 是你吗 是我 怎么了 我还听说 你们高中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知道没有 那你是 分手了 所以来连一 一也不是 那就是你其实不是单身 你也不能这么说 那你是可以介绍开放关系吗 你说什么 你应该听清楚了吧 还是需要 再给你解释一下 你有病啊 你说我这一份多贵吧 你还有病的 我进来多贵一份都救不了你 闪婚 我再说一遍 信不信我揍你 揍你个试试 我 疼 疼 theme 完了 怎么了 文文 这个人以后避雷 不是什么好的 不好意思了大家 扫了大家心理上 我先走了 你跟我话 我说什么了 什么都没说无聊 韩飞 刚刚谢谢你啊 那是我应该做的 可是为什么你今天肯站出来 对于于晗和王兴玉的时候 你却不敢 那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 王兴玉跟于晗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胡乱插手的话 王兴玉很有可能会 再被打一顿的 所以我们就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了吗 不是什么都不做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但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饿的势力之所以得以扩张 通常是因为善良的人物所作为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老板 帮我包一下 王美贵的花语是道歉啊 严谨人 我知道 好 我给您包去 谢谢啊 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啊 不是很想吃 警号呢 你们先去吧 我跟韩飞还有点事情吗 走走走 晒晒晒晒晒晒 没什么好看的啊 你看 我看看 韩哥 我真是的 你能不能跟我去他那边吗 真是的 我看你 什么事啊 其实我上课前就想给你的 但是今天这档课太严肃了 黄玫瑰 什么意思啊 我们黄啊 黄玫瑰的花语是道歉 我 其实 我也有错 我也道歉 不太理想化了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的 你现在这么冷静理智了 之前怎么那么凶啊 实在是对不起 我那天情绪太失控了 因为我有一些不想回忆起来的事情 但是现在没关系了 我郑重地向你介绍一下 站在你面前的武警号是全新的武警号 武警号二点零 比之前那个版本好太多了 我都不记得就说之前不好 我都不记得就说之前不好 翻步 我现在算是认识武警号二点零了 但你还不记得韩非一点零 现在让你回忆一下 你这小孩怎么跟个刺猬一样 我都跟你道歉了呀 你才这样刺猬好吧 你刺都只愣起来了 我之前给你的刺猬 你在上个怎么没带啊 我早就好了好吧 你的人生 是属于你的 字抄了 打不下了 你有这么多话想说吗 再搜一搜呗 那 那我再搜搜 估计 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在你身边 说不点怪事人的 那我 我得想一想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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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高中语文老师说我作文写得还不错 你一定不能被他们欺负了 你这句太硬了 温柔点 有什么事情 你要温柔一点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让你打上去 我 我知道 逗你玩呢 边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